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中央广电台台湾之音所直播的台湾APP节目 我是陈世莲 现在所进行的单元是国际APP 日本天皇名人在当地时间8号下午发表了电视谈话 那么在长约10分钟的谈话当中呢 名人表示自己的身体日渐衰落 担心呢难以实现作为象征的责任 那么外界解读哦 名人的这番谈话除了是表达难以在升任天皇的工作之外 也暗示呢希望能够在身前退位 并且呢借此对现任首相安倍晋三的扩军强国等政策表达不满 那么究竟呢面对名人的这番谈话 日本国内如何看待 而他是否也表达了对安倍的不满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福人大学 日本研究中心的主任何思胜何老师带不起了解 老师您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老师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日本天皇名人 是在昨天发表的电视谈话 我相信您谈一下您怎么样解读他的这番电视谈话 尤其现在外界都在揣测 他是希望表达这个深前退位的想法 您的看法是什么样 当然他在谈话里面并没有用退位两个字 那但是我们通篇当然可以这个很清楚的去这个接受到 那现在的这个日本天皇他已经名声俱异 那一个他认为说从以他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状况 他的体力的一个一个一个状况 他没有办法去附和在宪法当中 这个赋予天皇所必须承担的这样的一个国事行为的这种责任 那虽然这样的一种国事行为基本上它是一个属于一世性质的 那不过就是说那个他认为就是说这个作为一个天皇 他还是要去散尽这样的一个宪法当中 天皇应该尽到的这样一个职责 那如果做不到的话 那这个就应该要离开这个位置 然后谁能够这个来充分旅行这样的一个职务 那就由那个人来担任天皇 所以基本上那个他也提到就是说在皇室典范里面 甚至在日本宪法当中也有这个这样的一个相关规定 就是说在天皇这个如果因为这某种状况 那不能够这个来旅行这个他的这个公务的时候 那基本上也可以啊 这个由这个按照皇室典范的话 那由这个皇室会议 然后来这个选立一个设政 那不过在昨天的天皇的谈话里面 我们很明显的也看得出来 就是说基本上他可能也不想要用这样的一种方法 换言之就是他站着天皇的位置 然后这个另外旋立设政 那当然设置如果旋立设政的话 那应该就是他的大儿子 现在的这个日本的皇太子 德仁皇太子 这没有错 可是他认为说 那如果这个旋立设政的话 他讲的这个问题还是没办法解决 换言之就是说 他说我还是在天皇的位置上啊 那我还是在这位置 但是我不能够履行天皇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在宪法上面的所赋予我的这样的一个义务 那这个这样的一个问题还是没办法解决 那所以他很清楚的就是说 他要退位 而且他不会接受 这个就是说这个以这个设政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然后让他先把这个公务的这样的一个责任 分给他的儿子 那他继续留任天皇 因为他说如果这样的话 那天皇不能履行责任的这个问题 还会一直到死去的那一刻 那因为在法律上面 他还是天皇 那所以这个可以看得出来 他有很强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意见的这样的一个传达 他想要退位 是 文老师这个我随便知道看到 其实日本历史上总共有124位的天皇 在他之前 应该讲他是第125代天皇 那不过这个也在日本历史里面 那天皇他有时候他可以会他会重复登基 那所以那个我们通常讲125代 125代 不过那其实有超过一半都是选择这个生前退位 那为什么这一次名人要退位还不行 引起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关注 当然古代跟跟现代不一样 我想这个从日本明治维新之后 他们在这个在明治宪法之后 那日本基本上这个伴随着这个宪法 他们有一个皇室典范 那这过去基本上 这个皇室典范的一个位阶 是跟这个宪法是一样的 但是在战后在1946年 日本公布的新宪法 那皇室典范基本上 他跟这个他这个这个整个 法的这样的一个这位阶 跟一般的这个日本的国内法是一样 那不过就是说在六法全书里面 基本上还是把皇室典范会列在现化的后面 那过去没有皇室典范的日本古代 当然这个就如同你刚刚讲的 不乏这个生前退位 因为日本事实上 他的天皇跟我们中国的皇帝是不一样的 那中国的皇帝基本上 当然也有这个大权旁落了 在中国历史 但是在制度里面 中国的皇帝 通常在正常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中国的政治里面 基本上他是可以 这个乾坤独断的 如果他能够运转 能够运转乾坤的话 但是日本的天皇 通常他在日本的历史里面 他都是徐庸其位 那从过去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在武士政权之前的 这样的一个氏族政治 比方讲那个像苏尔寺到这个藤原寺 然后一直到这个日本的武士政权 那有三个幕府 那我们可以在历史上面 日本的天皇都是虚拥其位 那换言之就是可能是氏族 或者是说这个这武士之首 然后借天皇的威 然后来号令天下 那所以权并不在天皇身上 那所以在这样的一种 过去的这个日本历史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那天皇他通常他会生前退位 那生前退位之后他变成上皇 但是在日本历史里面 我们通常也不乏看到 上皇退位之后 并不是说他就怪怪的 反而上皇退位之后 他会更积极的涉入政治 因为那时候他可能他的这个 不管是心理的 这个这样的一个年龄 或生理的年龄都非常的成熟 那他可能在氏族 或者是在武士中间 他会去这个巧妙的去运用 这个他们之间的矛盾 然后试图的要把权力给拿回来 那我们可以看到的过去日本历史 那会有这样的 这个就是上皇他介入政争 然后甚至上皇跟天皇之间的 这样的一个争执 那所以在近代之后 那日本就变成就是这个 大概从1817年 那两百年前开始 换句话说从这个日本明治天皇的 阿公奈代开始 那基本上这个天皇就都是做到 这个寿终正经那一刻 那这样子也避免掉这个日本的政治里面 会出现有两个太阳的一个问题 那所以在现在的日本的法律里面 或者是在宪法里面 那并没有规定任何有关于生前退位的 这样的一个这个方法 以及退位之后的天皇 那当然按照过去的历史 他是上皇 他太上皇 那太上皇应该给予什么样的 一个法律上面的这样的一个地位 那或者是什么样的一种礼遇 那基本上现在的法律里面 并没有做适当的一个规范 甚至于就是说 日本的皇室典范里面 他是写死的就是说天皇 天皇什么时候集会 就是在现在的天皇 他成为大型皇帝之后 然后在当天 换句话说在天皇驾崩的那一刻 那皇太子马上这个登基为这个天皇 那换言之就是 如果现在的天皇 他还健在的话 那从法律里面的话 也找不到 这个让这个皇太子 这能够这个继承大统的 这样的一个法源 所以这个如果天皇要生前退位 当然不可能 这个现在就看到了 为什么 因为天皇的意志是表达的 但是这法律的这个东西没有完备 而法律的东西要完备的话 那当然要倾听民意 因为日本是个民主国家 那皇室典范要经过一个民选的国会 所以基本上我想天皇主要抛出这个问题 他也是希望就是说 那日本国民能够在他的这样的一个意见表达之后 然后来审慎的 然后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是不是为日本的这样的一个天皇制度 然后再做这样的一个制度上面的一种满权 然后让以后的天皇制度能够可长可久 博老师这次名人想要修改这个皇室典范的规定 但是因为这个全盘修法也会让一些 包括这个女性继承等等的问题再起 那就你来看这个过程会是容易的吗 那尤其是这个首相安倍晋三 对于这个女性的天皇 她的态度是怎么样 她应该 我想这个日本的女性天皇的问题 过去最积极推动是小泉淳一郎首相 但是小泉淳一郎首相 在这个她过去2001年到2006年 这五年多的任期里面 那她曾经积极的想要去推 那修改皇室典范 其实让我们国内的媒体有时候会误会 以为这要修宪 因为这个不用修宪 因为宪法里面并不去规范 这个天皇的即位的一个原则 这是写在刚刚我讲的皇室典范的 这个法典里面 那不过当时这个小泉淳一郎 她也组织了这样的一个所谓的 这个专家会议 但是专家会议也做成了结论 不过这个计划永远就赶不上变化 然后在这个几乎这个要启动 这个修房室典范的这样的一个 节骨眼上面 那现在的天皇的第二个儿子 这个秋小公亲王 这个Akinoshinomiya 这个她的夫人就传出怀孕的这个消息 那这当时她传出怀孕 大概小泉所向大概就知道 不用修了 为什么 因为秋小公亲王的夫人 她怀的这一胎十之八九应该是难的 那所以当时这样的一个 这个要修房室典范就停下来 那当然这个安倍其实 在她这个接任小泉之后 她也没再去碰这个问题 那不过就是说可能这个 在房室典范这里面 安倍事实上从她过去的发言 那她并没有像小泉旗帜鲜明的想要去推 这样的一个这个天皇即位的这个办法 那不过可能我们从过去 这个在小泉所向推这个这个法案的修改的时候 可以看到日本的宫内厅 或者是甚至是秋小公亲王 他们的意见是相对保守的 换言之就是他们认为这个日本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由男性继承的这个黄统 不应该这个被轻易的这个改变 那这样的一个这个意见 那这个可能到现在 这个还是会这个来继续影响的未来 如果需要修房室典范的话 那会不会连带的修这个天皇里面 她即位的这个原则 只限定皇族当中的男丁这件事情 当然我想如果在未来安倍要启动 这样的一个这个专家会议的时候 那这个势必又会成为一个议题 是 不过老师这次名人想要申请推位 这个外界推测的原因有很多 那当中有一个很受到大家关注 就是说名人对于安倍所推动的 这个扩军强国一些政策有所不满 所以想要借由推位来表达 这个维护日本宪法的态度 那您的看法是怎么样 我想现在的这个天皇 他之所以受到日本民意的普遍的支持 因为他谨守这个宪法的一个奋计 那他所谓宪法的奋计 这个在宪法里面 天皇基本上跟政治是完全这个 一道切的 谎言之就是说 这个日本的天皇是不会 对政治有任何的一个发言 所以事实上昨天 他这样的一个退位的 这个意见的一个表达 也有人认为说 那这个是不是 这个属于一个政治性的发言 那这个是不是又涉及到 这个天皇在宪法里面 不该做这样的一个政治发言的 这样的一个问题 不过后来这个日本手下 有出来这个帮天皇稍微缓解一下 他说这个只是天皇 他表达了他个人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这样的一个 这个这个想法 那是这个并不涉及到 这个天皇他去这个等于是 这个去干预这个政治 那所以事实上我想 现在天皇 当然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知道 他事实上这个 他跟他的夫人 他在很多 他利用这个等于是宪法 给他的这样的一个 这国事行为的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权力 他虽然他不能涉入 这国政行为 但是他我们就讲 他经常可以扮演一个 这样的一个亲善的大使 那他在过去在这个 在任28年期间 他也花很大的一个心力 然后尽量的为过去的 这样的一个战争的 一个这个牺牲者 那然后来做一些这个补俗 那所以而且他对于 这个历史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态度 我想这个我们如果说 从过去天皇 他历次在这个相关场合 或者在8月的时候 那个和平纪念日的这个 中战纪念日的 这样的一个发言 大概我们也可以明显的听出来 他跟这个现在的这个 日本首相 大概是不一样的tone 那这个应该是清晰的 但是这个就是说天皇 我想他并不会对于 这个所谓的修宪的一个议题 他去表态yes or no的这样 所以事实上他这次的 这样一个退位的这个念头 而且这不是突然的 他基本上五年前 他就曾经跟这个 美智子皇后表达 跟他这个在皇室当中的 这个近亲 已经表达了这样的一个 这个想要退位 因为他这五年来 事实上这个体力 身体都大不如前 那所以这个这个 这个是他一贯的 这五年来他一贯的 想要做的一件事情 之后来这个很多人 都希望这个天皇能够改变 可是而且也替他找 找了很多的这个方法 包括这个可能啊 就是说你把一些政务 交给这个你儿子代行啊 就是换句话说给皇太子 在法律上可以 在皇室典范里面 也有这个规定 可以由这个 这皇族当中 特别像皇太子 这个他是最好的角色 那他可以代行 那不过这个天皇 还是一口回绝 他想说这个不一样 这个事情不是那样子的 那昨天NHK 其实也有非常详尽的 一个报道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天皇基本上 我想他在做这件事情 五年前还没有安倍首相 那五年前基本上 这个安倍他修宪的 这样的一个议题 这样的一种 这个这样的一个主张 也还不是那么这样的 一种强烈 那而且现在天皇 我想他这个 我们看他过去 对于日本政治的 这样的一种 这个比方讲 像历史问题等等 他虽然有他自己的想法 但是他始终 这个去守住宪法的 那一条线 那换言之就是 我并不认为天皇 他这样的一个举动 是在这个等于是 这个安倍首相 他修宪的这个后腿 或者是用这样的一种 这个动作 然后来牵制这个安倍 他修宪的这个举动 博老师我们来看看 这个安倍的态度 现在根据日本媒体报道 安倍是表示说 将会认真考虑 名人所提的一个 推卫的想法 可是呢你就您分析 这个安倍未来会采取 什么样的一个态度 尤其是目前他们国内 还有一些 优异团体认为 如果这个申前推 会破坏这个国家的体制 跟宪法 当然这个宪法里面 并没有这个太上皇的规定 那他有要设政 因为在皇室典范里面 有设政 那所以这部分的话 我想如果要比较简单 事实上也不简单 这个如果要修改皇室典范 还是很困难的 我们看小泉 他这个到最后 他是功亏一篑 那但是就是说 这个问题其实 不用牵动到宪法 一般来讲的话 如果真的要解决 在皇室典范里面 把这个天皇生前退位 然后这皇太子 怎么即位 这个东西规范好 然后再给太上皇的 这样的一个地位 给予这个 这法律上面的 这样的一个规范 这里面去规范 上皇跟天皇之间的 这个关系 是这样的一个制度 大概就够了 那他不一定要动到宪法 那所以你刚刚问说 如果要认真的 这个去concern 这个天皇的 这样的一个 生前退位的念头 那日本首相怎么做 我想他会像小泉首相一样 他会组一个 这个专家会议 然后来认真的 然后来思考这个问题 不过这个 你刚刚这个提到 就是说有 这个美国的媒体 这个讲 是不是对 这个修宪的一个牵制 我想安倍 这个 他倒是动了一个念头 我认为这个 他就讲啊 那这个问题刚好 那我们是不是在 宪法天皇那一章啊 就来修改 所以我想这个 这个平成天皇 他要退位这件事情 这个我想他并不是 做这个 就是说要去牵制安倍的 这样的一个 修宪举动的这个思考 他确实考量到 他自己的身体 那不能够这个去履行 这个宪法所赋予天皇的 这样的一个责任 那否则你看 这个现在安倍 我认为说 我强烈的怀疑 他要打折水棍上 那个他除了这个 可能动这个 这方式典换之外 然后还配套的 想要在宪法里面 天皇那一章 然后做相关内容的 这样的一个 这个 这个 这样的一个修改 那这样的话 基本上他就成功的 打开日本修宪的 潘朵拉的这盒子 就是希望他能够 修一个这个特别法嘛 针对这个 推位的一个问题 当然他也有 这个讲就是 那就为这个 这样的一个天皇 这个修个特别法 不过这个可能这样的一个 特别法的一个修 这样的一个修定 可能也并不符合 这个如果他们尊重 这个天皇的这样的一个 生前退位的意愿 背后的这样的一个 他的一个想法的话 我想特别法不足以 满全现在的这个天皇 他在这个 他希望能够去 这个等于是在法律上面 去补强 现在的日本天皇 天皇制的一些 规范不足的地方 那这个没有办法用 这个刚刚讲的特别法 去完成的 是 不过这生前退位的问题 其实后续还有很多 要在讨论的嘛 还有在这个观察了 OK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邀请的是 辅人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的主任 何施胜何老师 丹麦且关心日本天皇名人 在昨天发表的电视谈话 那么外界解读呢 名人这番谈话 除了是表达身体 那你在升任天皇的工作之外 也暗示希望自己 能够在生前退位 并且呢 是要借此 对安倍的扩军强国等政策 来表达不满 那么至于后续呢 日本是否真的可能启动修宪 而名人呢 是否也能够达成 生前退位的愿望 台湾APP呢 也将会为您持续的关注 那么今天再待会 最后呢 要再次谢谢何思胜何老师 带你去关心日本皇室的问题 谢谢老师哦 谢谢各位听众